历史上有人为夺皇位 真的你死我活 有人坐上皇位屁股还没捂着就嘎了 进简文帝司马玉 在他还是会及王的时候 那是生儿子就嘎个儿子 嘎到最后干脆生不出儿子了 继续啊 生不出来了 啥也不是 你什么意思 没办法 他就找了个看面相的大神来到家里 大神 你给我看看 他们谁能生儿子 司马玉找来了王府里所有的女人 结果大神守指王府中的织布女 李明荣 就是他了 大神 你没看走眼吧 走眼 你看我用眼了吗 做事得用心 司马玉看着人高马大 面部幽黑被称为昆仑的李玲蓉 他没忍住吐了 没事没事 吐一吐就习惯了 好有道理 那就忍一忍吧 郁闷的司马玉忍痛 拉着李玲蓉 努力的生娃娶 熬到了52岁 司马玉终于坐上了皇位 他的昆仑李玲蓉也当上了皇后 还好 正有天下 心里多少好受险 屁嘞 现在是我大司马怀文掌权 没你啥事啊 司马玉在这双重打击之下 再为郁闷了八个月就病死了 接着在东汉 刚满百天的汉上帝刘龙 登记后六个月 嘎了 汉冲帝刘炳 一岁多当皇帝 两岁嘎了 汉之帝刘左岸 七岁当皇帝 八岁嘎了 这一伏机是他们家祖宗大魔王刘秀 把他们家的运气都给提前耗尽了呀 再来就是明光中朱长诺 他当了十九年太子 好不容易熬死他老爹万历 登记上位十天 诶 病倒了 什么情况 玩儿呢 别急皇上 你就是操劳过度上火了 来 喝点蟹药 降降火 这么一喝 结果 朱长诺果然是一泻千里 一晚上拉了三四十次 直接拉虚拖了 危机时刻 皇上 红如四青 李可卓 献上红色的小药药 快 快拿来我试一试 嗯 哇哦 哎呀 我觉得自己又行呢 快快快 再来一颗 再来一颗 嗯 一口气吞了两颗 红完之后 朱长诺当天晚上就嘎了 仅仅在位一个月 比朱长诺在位时间 更短的是北齐右主高恒 因为这位连颈七岁的小朋友 有个不靠谱的老爹 高伟 高伟一口气 把南宁王高成功等票 北齐能打的全杀了 这导致北周军兵临城下 北齐就快完了 高伟一看 咦 得找个人背锅啊 嗯 咦 来就你了 高伟紧急让位给高恒 自称太上皇 然后一票人就逃跑了 我是年幼 又不是傻 嗯 我也得找个人来背锅 于是高恒果断的让位给了任成王高姬 什么情况 然后高恒自称太上皇 称高伟为无上皇 结果让位赵书还被送到 这俩就一起被北齐军给端了 我 我已经让位了 别搞我了 高恒的进度条 走完了 接下来是金朝末年 在蒙古和南宋夹击之下 金朝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金朝的末代皇帝完颜成林 登基大典还没举办完 宋猛大军已经进城了 完颜成林立马率军出代 来吧 看我 哎呀 咔 他战死了 这搞的 以为是上位 结果是上路 搞毛线呢 完颜成林 从登基到嘎 一个小时